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人讲,靠水吃水,靠山吃山 水不领吃,山不领吃 但山里面长的植物能吃,种的粮食能吃 说这是什么?这是古叉树 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古叉树 这组古叉树已经有一千年的年龄了 这是神仙,赐给我们人们维持生活水平的一种特别好的礼物 我们是四村大巴扬族属于马城令官,贵安新区 那么我们全村有三千多人,三百多夫人口 大巴扬族有140人左右,三十六夫人家 我们辛苦了 你这爸爸回去吧 可以 情况是这样的 那天虽然是一只石头 但是它的形状相符 也相笼 那天的石头 有的去古老人传说下来的 它有一定的功能 尤其是像小娃 晚上不睡觉 晚上就会保佑一方 老老小小的平民安安的风调有所 并且说的 安岸的左边有很大的因素 也有近千年 这就是大自然 赋予了人们的生命 那么这个人们呢 也敬畏大自然 地离开 也离开 一直浓缸 纯粹 是 宇宙 那边有点 门 在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58年、1959年这段时间 国家号召大连钢铁工业上马 因为当时在很成熟的情况下 来提倡大连钢铁工业上马的 很多生态的 比如说栗木树、青钢树、茶叶树 就是反正树林任度比较大的 熬火的都砍了很多 其中最早养的也就是大古茶树 我们年来就是不懂这个 这个古茶树的用途 等于我休才 阿春都就 那边去不把射 把铁工来 放火烧来 把瓦做地下 瓦做地下不需要这些 不需要这些这个好处 一来的吃你也吃不到很多 就是一年 掏两三斤的吃 就吃一年吧 现在的就是说拿小袋子梗的 做可杀树的还有这个用途 就是说那可以吃 要可以改革 要可以就是说肚子 拿肚子啊可以拿脚子吃的 就可以指着肚子 嗯 现在做专家也做不切 切不做 摘这些菜啊地条 切得就摘这些米啊 地板里就来改种啊 切不改种 煎豆啊 鱼塘啊这些 切得给这里补足 希望把这个经济提高了嘛 你做这个楼梨嘛 你像现在嘛 你这个楼梨肥料去喽 人工喽 养出家了嘛 这个楼梨没就是说 写的楼梨没补足 好吧 走楼梨走不好去 你像我们摘这个 摘这个豆吧 那起码一 就是要喝一块五斤 所以我们经验子的 摘这个豆的 气候不当好 所以摘来的不当 不当好 这些所有的古茶树 都进行了挂牌 进行保护 都是由贵州大学 这个茶学院的教授 来进行考评的 把所有的古茶树 进行了编号 它的价值 它的大小 是什么 一样的 家人做的 这些人做的 外国 的家人做的 要是要的 一样的 或是要的 要的 不管是要的 是要的 人工喽 他在充电 上的 人工喽 人工喽 我在外面小风吹来 我们业绩大 我们出去打工的 老板也不收我们 所以我们来中药这个古茶树 龙头公司来扶贫我们 买了一天 我本期这个小生日买一天要带 一百多块钱 一百一百 九十八十 买了我们再买水果吃 还带买菜 买辣植 来吃 平时给我们来盖成啊 买肉啊 我们离到礼拜五 我们还是给礼拜五 礼拜二 我们还可以买这些 然后这些果冻啊 香蕉啊 来 宽生生 快来 吃一口 以前也想挣钱的嘛 但是你出去打工 你光靠茶也卖不出钱 出去比如打的小工啊 外申机打工啊 一个月 但是一千多一两千多块钱 我们比这家头好一点 老年人 今天我又摘的菜叶来 泡车 摘的金把那些买 几块钱 那要泡钱都还得几块钱 所以装家装家也不好 干脆出去打工 打工的工也不好打 所以还是浪子回头 再来家都 菜叶还是我们的宝贝 比环境还要重要 比环境还要重要 那些人的宝贝 那些人的洛杉 吹了人的雁 小小人的雁 吹了心想要走走 小小人的嘴 唱完故事火 闭嘴 雀 satán 鱼 看来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